感恩您点进来我的视频 今天我们来做脆口苹果土豆鸡蛋沙拉吧 希望大家会喜欢 这个沙拉材料简单 这沙拉是我和家人最爱的沙拉之一 赶紧收藏食谱了 怕你划走找不到我了 一起来做沙拉吧 苹果沙拉 材料有苹果土豆鸡蛋 土豆去皮切粒 上锅蒸15至20分钟至土豆熟 蒸熟的土豆鸭成泥备用 苹果去皮去籽切粒 苹果皮切粒 鸡蛋上锅蒸熟 鸡蛋熟后去壳压成泥 鸡蛋和土豆泥混合一起 倒入喜欢的沙拉酱和手磨黑胡椒拌匀 最后把土豆鸡 鸡蛋泥和苹果拌一拌就可以了 我喜欢再淋少许沙拉酱 开吃了 这个沙拉好吃 脆口香甜苹果和鸡蛋土豆泥这样吃很开胃 而且饱腹感十足 晚上这样简单吃也不错哦 欢迎大家关注我的频道顺手收藏食谱吧 不然还真怕你找不到我了 我每天都会分享美味食谱不要错过了 谢谢观看我们下一个视频不见不散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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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